四点中天整点新闻 我是夏家路 在我们新闻的一开始呢 首先提供给您这个最新的现场连线 这是在台中县的文昌国小 一名国小五年级的男同学 因为呢数学作业没有盯正 结果居然被老师处罚了 照护蹲跳一百下 导致他很 引发了这个恒文机的溶解症 紧急送医急救 那目前的最新状况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朱显明 好 只会又再度发生 有老师呢不当体罚学生 的意外 台中县呢有一名国小五年级的同学呢 他疑似是因为一提了数学 作业呢没有盯正 结果呢是被老师呢 处罚了一百下的交互蹲跳 结果呢一无一不适呢 被送进了医院来急救 人家看到母亲在医院里头呢 是显得相当的着急 而回到了学校呢 当时呢整个全班的同学呢 都交了作业 但是他以及另外一名同学呢 都没有把作业给及时的完成 因此呢就被处罚了一百下的 交互蹲跳 同时呢中间完全没有中断 老师又没有叫他停止 结果呢是引发了恒文基溶解 我们来听一下家长的说法 回来跟我讲说 他有一体课数学没有更改 那老师就罚他做交互蹲跳一百下 所以第一天还是可以 但是跟我喊痛 第二天是很严重 他上床跟什么的时候 他已经都要他爸爸抱他上床 或许我的小孩子 没办法承受这么重而已 所以这件事他就是 后果就是在医院上 老师平常经营那个班级很用心 跟家长也有互动 也都熟识啦 那家长也很称赞老师 所以变成这个场面双输啦 家长也难过老师也很懊悔 一提起来就哭 一提起来就哭 学校同学们说呢 他们不止呢有一个人是被处罚 他们是几乎呢有人没有交作业的就会被处罚 50下到100下的交互蹲跳 而这名老师事实上呢 刚来执教大概四年多 是一位相当年轻的女老师 平常以教学严格出那名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一次呢 因为议题的数学作业呢 没有来盯正 因此呢 就处罚这名学生的100下的交互蹲跳呢 导致了恒文基隆解证 虽然家长以及学校呢 他们彼此达成了和解的共识 但是呢 相关的单位呢 包括了都学呢 以及教育处呢 都要进行详细的这个责任的探讨 这是以上的台中线最新现场 再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我们谢谢显明的最新连线 多么持续希望呢 这个男童能够尽快的康复 但后续的发展也会持续带您来关心 另外呢